對 就是你也沒有把握這些人法官壓得起來嘛 那我剛剛也說了 101之一的積壓理由就是那幾個嘛 我相信法官有他的智慧會去審酌這個被告應該積壓的理由 真的覺得啦 我在那邊跟大家說啦 我覺得要送精神鑑定還有要送自立測驗的是大法官啊 不是這些被告 這大法官真的要送精神鑑定 跟自立測驗看看有沒有57 這個是事實 而不是上次吳思瑤那樣子胡說八道那邊 政客亂帶風向 部長 檢察官們是聰明的我是笨蛋嗎 我沒有辦法看懂法律嗎 你今天講了什麼話 今天主要還是就你們這次業務報告的 有關那個憲法法庭實行判決的 核心事情解釋的這部分去討論 那我想說我們今天就不要聚焦在很混亂的地方 而聚焦在精神 心智缺陷或是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啊 就我們都很清楚這一次大法官其實 這次大法官他的判決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這是一個完全宿外裁判的一個憲判 那他對於這個精神障礙的部分啊 他從行為時、審判時跟執行時 他設了三個關卡 那這個都是以前沒有的概念 那因為以前我們只知道刑法十九條 是以行為時為判斷基礎嘛 那這次大法官他直接又下了一大堆 根本我覺得以前就從來沒想過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個處處其實很簡單嘛 這就是實質廢死啦 這就是實質廢死 這不用在那邊跟我們在那邊玩文字遊戲說 這不叫實質廢死 然後講了一大堆五四三的 那個都在騙國人 那部長你知不知道這次大法官有點名三個死刑犯 就他們審理的時候 有無精湛、有無自我辯護的能力不得判死 這個部長知道嗎 這部分先判 8號的先判例子是有就這五個人有就特別的去做一個判決 就是有三個案子嘛 那部長 現行的法律有沒有規定說 審判的時候不得判死 現行法律喔 目前是沒有 現行就是十九條以行為時為主嘛 這個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那依據你們的報告 你們會依據大法官的指示 就是修法前不能執行死刑 修法後要幫他們非常上訴 對不對 這你應該知道 這你們自己寫的東西嘛 好那我再來提到一個 當初殺了他的媽媽、婆婆、先生的這個淋漁爐 你現在看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PowerPoint上面所顯示的這個淋漁爐 大法官認為他審判的時候有精神障礙 導致自我辯識能力不足 不能判死刑 而且兩年內要修法 那這個東西他的律師說智能不足這個 部長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這個是一個個案的話 我不清楚他這個 這個個案的智能不足 好那我跟你講齁 這個他所謂個案的智能不足就是 他在某一次審理的時候 法官給他做智力測驗 策定他只有五十七 那這個理由 來當做不能判死刑的理由 我這覺得是蠻離譜的啦 因為你要知道 一個智商一百一的人 他要演成自己是五十七很容易 那你五十七要演成一百一是很難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種智能鑑定就可以當做是一個理由 我我只要做智力測驗 我每一題都寫錯就好啦 那我智力可能只殺三十啊 所以我我真的覺得這個是 大法官他的這些想法齁 我也只能說探為官職啦 那大法官其實就是為這三十七個死刑犯 在那邊秀名名 要盡量的保護他們 那像林玉如這個案子 他在三審也有做延遲辯論 所以他的程序完備 那程序完備的時候 大法官就幫他找一個理由說 他曾經有 救審能力有問題 智力只有五十七 然後這樣子 來去做這樣子的對法務部的要求齁 那我 我個人完全不認同啦 我也希望說 部長能夠稍微了解一下這個案子 因為你們自己業務報告 這個案件現在 現在這個死刑犯的這些 確定死刑犯的這些 現在是 依宣判議職 現在也就是要有總長來審核 對 依據那個宣判議職 對 那我也是說 部長既然你們的業務報告 我今天就就這個業務報告去問你 當然我知道 總長有總長他的考量啦 但是我現在是要跟你們講 一個人他在行為時 他懂得用藥去處理他自己的先生 那個藥是什麼藥 要去哪裡買我都不知道了 結果他竟然知道 他也知道要還賭債 知道要詐領保險金 知道要預謀殺人 知道希望檢察官趕快給他的爽證明書 這些他都清清楚楚 他甚至比很多代書都還要厲害了 比很多律師都還要懂了 結果大家認為說他救審能力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要點出來現在實務上面 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事人只要在庭上裝風賣灑 在那邊填寫錯誤的自立測驗的答案 那今天他就可以逃過死刑 那這是我對於現在大法官的認定出來 我的見解啦 那當然我也是看看總長以後會怎麼做決策 我們就等著看嘛 就大家來看看總長會怎麼做決定 所以只以自立測驗就可以認定有無精神 所以我真的完全不認同 那這個根本就是加上了以前法律十九條以外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規範嘛 那加這個規範的目的是什麼 我也不懂啦 所以大法官現在變成是基層法官的太上皇 像林玉如的案子總共有十九位法官審過 結果就幾個大法官他最後做出來的先判決 推翻了他們以前的死刑確定判決 這我看到的整個程序走到今天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是不是大法官自己在違憲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大法官今天到底是在解釋憲法 還是專門帶頭在違反憲法 那你們就跟著他們這樣走 所以我自己覺得 看部長你有什麼想法 我們是尊重那個先判意識來做後續的處理 我的感覺啦 大法官 我後來發現很多民眾把大法官跟法官混在一起了 其實法官是法官大法官是大法官 大法官是執政者任命的 根本跟一般普通法官的法官不一樣 很多人民搞錯了 很多政治人物就故意在誤導人民這個方向 那我的感覺是這樣 今天執政者要這些大法官出來 去幹盡他們想要幹的壞事 去讓廢死的 根本就已經廢死理念的人 挑出來當大法官 他當然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啊 就像天空要不要下雨讓賣散的人來決定的話 這天空絕對不會有晴天 我個人我看到目前 憲判制對於死刑的觀念就是這樣 那現在大法官他要求說 立法院兩年內要修法 而且修法前不得執行死刑 這個變成你們都要去跟著這大法官這樣走嘛 你們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對不對 然後我在 好沒關係部長 而且這次大法官的憲判制 他對於修復式的爭議知之未提 他只在幫死刑犯逃脫死刑 但是對於被害人我們這麼多年 司法署上面一直講求的修復式正義 大法官卻知之未提 他從來沒有去管過這一塊 所以我真的不懂得這些大法官 他到底心裡想的是什麼 是為這些王八蛋政客在服務嗎 好部長我上次問過你啦 非常上述成功之後 回到普通法院審理 回到普通法院審理之後 就有無罪推定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當作 這一群人都是無罪的人 去做無罪推定 那我也再三的跟你說 除非 除非有法官敢違法的下羈押的裁定 不然這些人就要放出去耶 你101條跟101條 刑訴101條跟101條之一 哪一些東西可以羈押 清清楚楚 所以法官要怎麼樣做違法的裁定呢 譬如說林毅如好了 智商57 他出去要怎麼竄證 智商57有竄證的能力嗎 有逃亡的能力嗎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認定一個智商57的人 他出去有竄證逃亡之餘 那請問一下法官要如何能夠違法的裁定羈押 那法官只要不裁定羈押 這37個人就有可能會出去啊 甚至我們上次有講到了 羈押3個月 延押12個月 延押12個月期滿了 只有15個月根本就來不及審判完畢嘛 那如果你還要再送精神鑑定 或這些廢死團體幫他申請一次兩次的精神鑑定 那就超過15個月啦 那這些人是不是要放出來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所有的人講 這些人就是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會被放出來 會回歸到社會 那部裡面有什麼做法 那個先判第8號的判決議事有提醒 有提醒這個撤銷的 這個最高反應或撤銷判決 他那個要做注意羈押的問題 重新的計算這個羈押的期間 部長不要講這些廢話 那我想這個委員關心了是不是會放的問題 我想這個個案我對案情 是不是有沒有101條或101條之一的情形 這個我沒辦法去做一個判斷 但是我們檢查該做的 我們會要求我們就會促請法官去 去去去去羈押這個這個 對就是你也沒有把握這些人法官押得起來嘛 那我剛剛也說了 101 101的羈押理由就是那幾個嘛 我相信法官有他的智慧 會去去審酌這個被告應該羈押的理由 不是 因為部長不要繞圈子嘛 我們都很內行行訴訟法 這個這些人就可能不被壓 或超過羈押的期限 而被放出來回歸到社會 只要有一個人回歸到社會 部長 這個對目前的執政黨已經對您都是重大的傷害 我在那邊只能這樣子跟你說 反正你跟我繞圈子 我也聽不到 我問了兩個禮拜 我還是聽不到我要的答案 那就算了 然後我再來跟你們報告一件事情 從鐵路殺警案 一審無罪 二審有罪 整個精神鑑定是天翻地覆 看起來就是精神鑑定 跟DNA的鑑定不一樣 DNA鑑定準確率非常高 但精神鑑定常常翻來覆去 那會不會變成是很多團體 把你精神鑑定到 反正有一天要出到他的答案就可以 所以用精神鑑定 大法官要求這不能送死 我真的覺得 我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覺得要送精神鑑定 還有要送自立測驗的是大法官 不是這些被告 這大法官真的要送精神鑑定 跟自立測驗看看有沒有57 這真的很不應該 不能把社會治安這樣玩 好最後 我認為 因為我們對於羈押的要件 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這37個死刑犯 最後回到普通法院 無罪推定之後 確實很有可能 法官根本無法羈押 因為與法不合 那與法不合的情況下 這37個很快就放出來 或是超過羈押的期間 就放出來 所以一定要詳實的告訴這個社會 部長你上一次在尋答的時候 謝謝你很有勇氣的告訴我們 說確實沒有把握 他們能夠繼續壓著 謝謝你 至少你上次是有勇氣 因為這個實際壓著是事實 對這個是事實 而不是上次吳思瑤那樣子 胡說八道那邊 政客亂帶風向 所以 我想我們檢察會盡量做 我們檢察會 最後一分鐘 的全力去做我們 責責的事情 謝謝謝謝部長 我想說委員你也是當過檢察會 我們能夠做 我們會堅強 所以你說我最窮氣的力量 不讓這些人走路死 部長為什麼我對這次那麼生氣 是因為我真的很重視社會治安 因為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都希望的 我們都不希望有一個殺人犯 回到社會 然後如果跟你住同一個社區 你坐電梯會跟他一起坐 你心裡會不會害怕 我今天在想的只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跟部長報告一件事情 在我心中 我覺得 政客為的是下一次選舉 政治家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 然後 我很謝謝部長上次有勇氣 把話說出來 這些人確實有可能 將來會回歸到社會 我是希望說 我覺得所有的官員們跟大法官 都不要 都不要 像這些法盲的政客一樣 在那邊 在那邊裝傻 在那邊講出與法不合的事實 這是我的期待 所以 我上次也說 在場其實有非常多法官假官的學長們 我如果今天我在法律的部分 我有講錯都歡迎來批評我 但是我今天就是要在那邊 要告訴大家 這三十七個死刑犯 真的有部分人很快的會回歸到社會 這個我不贊成這種的說法 我對法官要有信心 我想這個是三審定驗的 三審定驗的 而且 憲判一旨八號也提醒 這個法官要注意積壓的問題 而且他給他重新計算 部長 所以這個個案的問題 我想個案問題 我不去揣測個案的一個 部長 你不認同 你不認同是你的事 我也跟你一樣對法官有信心 法官絕對會依法下裁定 但是 101條跟101條之一 他對於積壓的要件 這些人不符合啊 所以當我們對法官有信心 他依法下裁定 就是不能壓嘛 101跟101之一 這個不符合 因為我沒有懲罰這個個案 那你也只能這樣講嗎 我沒有懲罰這個個案 所以我不能講 但是我想我們會要求檢察官 去從一切的力量 去建立法官擠壓 那如果 我想我們檢察官能夠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對 你講的都沒錯 部長你講的完全正確 確實你可以請檢察官 積極的請法官裁定擠壓 但我這邊要告訴部長的是 法官 依法 如果真的依法處理的話 我如果是 這些三七個人的律師 我就跟你打 他就不符合擠壓的要件嘛 那這個問題喔 我想說 由司法又懲罰法官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會比較比我還 好 部長 OK你這樣的回答我接受 但是我就是要告訴你 他們就是可能不壓 就這麼簡單 他就是可能不壓 否則你跟我講 他們符合什麼逃亡之餘 符合什麼篡政之餘 如果這個都沒有 那也沒有任何 關了二十幾年 也沒有反覆實施之餘 請問一下 你可以創設新的法律來 叫法官裁定擠壓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在 你怎麼可以在那邊保證 他們三十七個 不會回歸社會 我想檢察官有他的智慧 可以可以發覺說 建立擠壓這個 這不是智慧的問題 這是法律的問題 我國是法治國家耶 這是一個專業 應該 我們可以有一個專業 部長 檢察官們是聰明的 我是笨蛋嗎 我沒有辦法看懂法律嗎 你今天講了什麼話 我不懂你這什麼意思嗎 我剛剛已經說了 你講的話我能夠認同 就是你可以請檢察官 積極的去向法官請你擠壓 但是我在這裡也告訴你 依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 的規定 法官要壓的理由在哪裡 我真的還是想不到 我問了超過20個我的同學 我問了超過20個我的同學 的法官他們也說 依照現行法就是沒有辦法壓 好那部長在那邊跟我講那些 我覺得沒有意思啦 好那你要幫政客去開脫 那就這樣 我很抱歉我沒有在幫政客 我們就是就法論法 我們把我們的執長 在整個以後 如果說我們在立庭 我們在 我們進我們檢察官的執長 我們去 去落實我們的執長 我可以接受你這句話 就檢方 進檢方的責任去做 所有能做的事 但是會面對到 將來的社會事實就是會面對 委員答覆過了嘛 建委說 至於法官那部份 那個我想法官有他的智慧 對 這我知道 好可以 謝謝部長 謝謝吳扎偉 謝謝部長